台湾本土疫情趋缓 疫苗覆盖率也超过两成 不过还是有很多民众担忧 接种疫苗的副作用 卓西乡卫生所主任医师表示 常见的施打疫苗副作用 如体温高发烧 这些多喝水就可以有助于缓解 吃饭喝温水 正常睡眠都是维持健康状态的方式 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下 较能减缓疼痛疲倦等 这类不良反应的风险 卷起衣袖接种疫苗 也是现在国人的首要做的事情 台湾本土疫情趋缓 疫苗的覆盖率也超过两成 不过还是有许多的民众担忧 接种疫苗的副作用 就是像卫生所主任医师就说了 常见施打疫苗的副作用中 像是体温高发烧等等 不管打AD或是莫德纳疫苗 都要观察一个月 观察一个月 那前一个礼拜 但实在要观察什么 大部分BK都会发烧发冷 稍一到两次 疫苗的发烧大概都稍一到两次 它不会持续发烧 如果持续发烧还是要到医院去看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头痛头晕 恶心恶肚 然后疲倦 肌肉酸痛骨头酸痛 有的维持一个礼拜 有了一个礼拜之后 还是会有一点点 大概是症状 医师表示 担忧是一定的 所以接种疫苗最主要还是要多喝水 维持作息正常 饮食清淡 吃饭 喝温水 正常睡眠都是维持健康状态的方式 在健康身体状态下 能够减缓疼痛 疲倦这类不良反应的风险 我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持续疼痛 一定要到医院 第二个持续发烧 马上到医院 第三个持续的不舒服 造成你的心脏不舒服 也要马上到医院 医师说 打完疫苗当下不代表可以出去群聚 就算拥有完整保护力 也是减少重症几率 还是有可能会感染 平时要多注意卫生消毒 记者高雙雙出席箱 采访报道